今天是2022年12月11日星期日 也是腾讯音乐游泥榜开榜前的最后一天 目前周深的新歌燕火依旧是把持着游泥榜实时榜的第一名 距离最新一期的周榜冠军只有一步之遥 不过这首燕火拉开第二名的差距并不明显 所以喜欢这首歌曲的小伙伴不要忘记继续助力 值得一提的是 歌曲焰火同时还是QQ音乐MV巅峰榜总榜和内地榜的实时榜第一名 期待能够再次夺冠 另外周深串纪录的九连冠歌曲花开忘忧也同样是榜上有名 赞列第三位 接下来还有QQ音乐榜 周深在十关音乐会上演唱的歌曲光亮登上了QQ音乐飙升榜的第二名 成为了该节目飙升最快的歌曲 同时这首歌曲在QQ音乐上的热力值也已经突破了30万 得到了官方认证 恭喜周深 除了内地榜我们再看一下海外榜 在最新一期的马来西亚红人音乐流行榜中 周深的歌曲万里跳一上榜五周 拿下了全部五周的冠军 实现了五连冠 同样是来自马来西亚 周深的歌曲焰火还拿下了最新一期买20大卡音乐榜的周榜冠军 这是歌曲焰火第一周上榜 还是马来西亚还是歌曲焰火 还拿下了购炫20周榜第三的好成绩 歌曲焰火同样是首次上榜 恭喜周深 歌曲焰火早一步比内地拿下冠军 海外的小伙伴也可以继续助力周深歌曲 接下来要说的是昨晚的迪斯尼动画电影《渐渐华》 周深演唱的歌曲奇遇一章和光亮一样 在周深微博上的播放量都已经超过了1000万 当然周深、杨迪和毛小彤三人的游戏互动也是相当有意思 尤其是周深那慢半拍的舞蹈 让人不禁想起了《青春怀游记》中的教学舞 实在是太可爱了 你是如何评价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一日都有进展更新